美南新闻集团董事长李维华先生创建美南报业电视集团40余载 关注国际和社区大事积极为压抑发声 推广中小商业发展 请看李维华先生的每日专栏国民党最后一战 上周末在台湾举行的中国国民党代表大会 决议由新北市长侯友宜出战明年至总统大选 在大会上拥有许多粉丝的前高雄市长韩国瑜和侯友宜 相拥并誓言将共同努力下架民进党 这似乎让国民党表现出一团和气之现象 在大会上侯友宜已经重申认同九二共识 并表示充分遵循党国前辈连战马英九为两岸和平奠定之基础 今天国民党在台湾失去了八年之执政 民进党在执政期间一面倒向美国而和大陆对峙 几乎切断了一切交流 许多政治动作形成中国大陆在台湾周边不断举行的军事演练 台海已经是兵凶战危 我们应该要告知民进党美国政府和人民绝不会出兵为台湾一战的 但是提供武器是两党之高度共识 就如韩国瑜所说 这是一场和平与战争之选择 我们绝不愿见到台湾和大陆发生战争 把双方遭到毁灭性之重创 把世界带上严重之创伤 海外华人也非常关切中国大陆外交部长秦刚之情况 希望中国大陆政府早日公布真相 中国已经是世界强国 外交工作及其领导是全世界共同关心之大事